不止肥胖才会引起脂肪肝 很多常见生活习惯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因子 对此,营养师成韩语指出五个伤肝行为 包括睡眠不足 习惯久坐,很少晒太阳,抽烟及乱吃不平等 都值得特别留意 其中在睡眠方面,他提到国外研究发现 相较于每天睡足9小时者,睡眠时间小于5小时的人 肝功能异常几率增加35% 且罹患脂肪肝几率升高45% 陈寒宇在个人网站撰文分享 日常中有五个坏习惯会造成伤肝的可能性 并一一进行说明 一,睡眠不足 根据2018年美国史丹佛大学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 分析17245位美国人的睡眠习惯 一,睡眠时间分成五组 分别为每天小于等于5小时 6小时,7小时,8小时,以及大于等于9小时 结果发现,相较于每天睡9小时者 睡眠时间小于5小时的人 肝功异常几率升高35% 且罹患脂肪肝几率增加45% 睡眠时间6小时的人 24%的几率肝功能异常及33%的几率有脂肪肝 7和8小时者则无增加肝功能异常及脂肪肝的风险 另有研究显示 如睡眠小于5小时 也容易引起肥胖跟糖尿病发生的几率 因此,陈寒宇建议 睡眠时间7到9小时有加 二,肥胖不动的日常生活 在非酒精性肝病中 体重指数BMI 胰岛素阻抗和三酸肝油脂 以及对地中海饮食的执行力交差 习惯久坐,日晒不足和稀释饮食情况等 都会让脂肪肝更为严重 陈寒宇提到 久坐足至少长期来走动 若能运动一下更好 三,很少晒太阳 研究发现 低血清维生素D浓度与脂肪肝变性 坏死,炎症损伤有关系 陈寒宇说 每天至少晒太阳30分钟到1小时 且要挑选正中午时段才最有效率 四,抽烟 吸烟造成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不止直接影响呼吸道的健康 包括肝癌,胃溃疡 胰臓癌及发炎性肠炎的克隆氏症等 都证实与吸烟有关 像烟会影响红血球的带氧能力 且人体的新陈代谢及血液中氧 铁离子等的运输也将受到很大干扰 进而影响肝脏健康 同时,人体有很多不同的免疫反应 烟会造成免疫细胞中细胞动素的改变 进一步对肝脏造成伤害 且与肝细胞的哀化过程也有关 国内外许多流性病学资料都显示 烟可能与肝癌的发生有关 对原本即患有B型肝炎 C型肝炎等慢性肝病的患者相关性更强 也就是说,此类慢性肝脏疾病患者 若有抽烟习惯,未来演变成肝癌的几率 比不抽烟的患者高出1.2到2倍之间 因此,患有慢性肝脏疾病的患者 最好不要抽烟 五,乱吃来路不明的东西草药偏方 绝大多数的药物 不论是中药、西药、草药、补药、偏方或保健食品 服用后都要经过肝脏代谢 若药物有肝毒性或服用过量 就会伤害肝脏 因此,不要乱补、乱吃 并且注意剂量肌很重要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